结婚62年的赵子明和曾欣贤抗力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和多位基隆市议员等人陪同下 一起切下三成蛋糕 象征所有夫妻勇于爱和情谦一世情 这是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举行的钻石婚、金婚 以及红宝石婚表扬活动 总共有159对结婚 40年以上的夫妻出席参加 最长的婚龄是住在中正区 现年97岁的赵子明和91岁的曾欣 有62年的婚龄 阿公阿嬷就是这样互相包容 展现老一辈对爱情和婚姻的永恒 基隆市长林又昌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以及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翔 和各区市议员们以及区长都亲自到场祝贺表扬 并且和159对神仙眷女们合影留念 这个人跟人在一起是很难得的缘分 那更不用讲说结为夫妻 然后一起生活这么久 那今天是我们市政府每一年都会特别举办的 这个钻石婚跟这个金婚保时婚 的一个颁奖表扬的一个典礼 其实我觉得家里面的小朋友可能比爸爸妈妈还要高兴 那所以今天也是因为我们疫情趋缓 所以今年能够来这个举办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这个来祝福 今天接受表扬的所有的这些 伯伯跟阿姨们 祝他们永远甜甜蜜蜜 然后就像新婚一样勇豫爱和 然后这个两人甜甜蜜蜜 然后洗手共度一生 那在这边更要祝福所有的这些接受表扬的子女们 因为大家都很幸福 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妈妈 然后有非常圆满的一个家庭 然后在这边也特别恭喜大家 那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以市长的身份 给大家来颁奖 所以我也非常的荣幸 那今天参与这一场盛会 说真的啦 柴米油盐酱素茶 是我们人生中 跟我们另外一个伴女 必须要经过的事情 可是能经过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 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而且在这中间一个又一个的责任 不管是为人夫为人父还是为人祖父 同时之间搞不好还是为人子女 多多的社会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那能够一路走下去 跟自己的伴侣一同 长长久久 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159队来自全市七个区 接受表扬恩爱的老夫老妻 更是把握时间在餐厅内 特别布置的景点拍照合影留念 回忆过去 年轻刚结婚时的美丽 也享受结婚四十年 五十年以及六十年后 美满幸福的好滋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婚来自全市 我 不 Father 我 不忍